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就是就是执着的这个橘子上我就不发 我就就就死定了 我就是觉得哎呀 你说起这个我以前看到电影里边 我最怕看一个镜头就是有一个人拿刀扎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把刀手拿手抓住那个刀刃 就是那个刀刃那个人还在扎那个刀在手上流血啊 我最怕看这个镜头我觉得那个手会好疼啊 割住了 啊 一看这个镜头我就吓得闭上眼 哎呀 我就觉得他那个手快割断了 就是能疼啊 就是觉得就这个镜头就特别吧 但后来我有一天我看到大家谈恋爱的时候 哇 那个已经心里边在流血了 就是他上一个人的时候 哇 执着的就已经流血了 他还不放 因为对方因为失恋了 那个人可能引起别恋了 或者那个人或者是他本来就有老婆的 或者是就是说是第三者等等 哇 大家就是抓着那个就像那个刺有刺的玫瑰 他手都他不放 然后跟那个电影里边抓住刀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看得见的流血 一个是心得在流血 哇 我觉得这个世界原来真有抓刀的了 明知道我的这个刀带实实地抓住 然后一直把它自己弄得伤痕迷迷 但我就不放 然后我就想想是没能力放 还是真的不愿意放 我就 我会思考这些问题 有时候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到底是没能力放 还是我就不愿意放 如果是没能力放 是吗 怎么训练这个能力 如果就不愿意放 你为什么不愿意放 明知道自己伤害到这个程度了 为什么不放 然后说红千木耀 明知道这个事情会已经在受伤了 不能简单的归纳于说这是夜宝 如果这件爱情 爱情是不受伤害的 那你继续享受好了 我不觉得你是在家人吗 是吧 我觉得这个爱情很美好 祝福你 但是如果你明知道他也伤害了 不知道至于为什么伤害 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肯定是因为各种原因受伤了嘛 不管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错不重要 重要的是为什么你抓住这个错不放呢 是不是 是没能力还是不想吧 还为什么不想 是吧 如果你们都是大臣 不是吧 现在好像我觉得说这些都拥戴父亲的 挺厉害 大家都终于就不受伤了 是吧 放下也能谈恋爱啊 这就不是说 重要是你那个伤口 你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他 一定要那样对你 我们平水 大家都是平水相互 来的时候 大家谁也不是一起 从你妈肚子里钻出来的啊 不管多爱啊 大家都不是从一个母亲 双胞胎也各式各的啊 重点是我们平水相互 大家都是 不管多有缘 神神世世 来的时候 这一世都是一个人来的 来了有缘相聚啊 各种缘 当我们遇到的时候 恩恩世世的缘都在那呢 有时候可能有一次我伤了你了 有一次你伤了我了 有一次各种缘都在里边交集 但此时此刻我们在道场 在学圣人的言论 都想停下这些恩怨 因为没完没了啊 上一辈他欠你 这一辈你欠他 这才递接了 数不清的情缘啊 各种缘啊 也有情缘 善缘 但是停 是吧 怎么停 就是亲圣人的言论就是想停嘛 想不挪回嘛 不再受这些缘的支配了嘛 那负责我们学佛法干啥 你学佛法还在各种缘里边受伤 那有啥意义呢 是吧 那佛法 那学不学 你去搞清楚缘其幸福有啥用呢 是吧 搞那些干啥 他不说踏踏实实的 在那吃多美食呢 是吧 好像更实在有些 能长二级肉 是吧 你这做的就是缘其幸福 然后心里也饿 肚子也饿 心里难受 想想坐在这 你是放不下 还是不想法 还是为什么不想法 还是他真的伤到你 还是你自己想多了 还是就是什么这些 各种停下来 如果你想不明白 就停下来 停下你的想法 说明你 我们说明是不是 不是说谁伤了谁 或者是说这件事怎么处理 有些事情我们处理不了 如果你在一件事情很受伤 那说明你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 就是能力不够 不是这件事多厉害 这个世界没厉害的事 是能力不够 我们能力不够了 能力不够就练功夫啊 练功夫 等我们能力够 佛菩萨怎么会被这些事空住呢 那能力够嘛 是吧 我们空住就是众生不够嘛 我们没能力 小孩子 六岁的小孩子 被这个桌子就空住了 过不去了 怎么过啊 怎么过啊 是吧 一个丑子蹦跳过去了 很可能 跳不过去 爬也爬过去 是吧 障碍来自于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不够了 那个就成了障碍 你有能力 这就障碍 对这长翅膀的鸟来说 这哪儿都能过去 是吧 功夫可以练的啊 就是受伤 就是 怎么又说到是这个了 你这里边有一个啊 情感的问题 你这个情感的对象 结婚了吗 结婚了 结婚了那就方向 人家结婚了 你爱他有啥用的 是吧 而且就是 因为他结婚了 他要是不离婚 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算他离婚 所以因你而离了 也是有点啊 就是反正现在 你能够搞清楚 或者是说 他跟他就是不好了啊 夫妻两个就是不好 准备离婚 或者是两个人 实在是搞不定了 实在两个吵得已经风居了 或者很久了 两个淡淡的已经 这个说 他准备离婚 跟你结婚 这也可以 所以那两个快分了 或者是 但是如果两个人 还很好的话 我觉得就 你在你说喜欢上 一个结婚的人 这么受伤 人家两个还挺好的 远远还在那纠结人 我们喜欢就受伤嘛 然后我们还想知道 跟他有什么疏远 这想多了 是吧 我觉得不需要知道 如果他说 我跟丈夫已经 风居很久了 我正准备离婚了 而且我真的很爱你 但这个也是有假话的 有时候这样说 不代表他真的是这样的 自己擦亮你的眼 看清楚 他如果说 我跟丈夫风居很久了 我们俩实在过不下去了 我正在空虚期 就是心理空虚 情感很难受 我这个时候 我想寻找一个医治 你支柱 那这个 其实有点问题的 很容易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他是医治你 来达到一个心理疲惑 但如果他看见你说 我正好也准备离婚 但我觉得我 一下子两个人都很好 那他离婚 跟你结婚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 结婚这件事 是人力的想法了 至于说 这是个人力 人力总是说 一个爱情的圆满 也呼应 好像作为一个句号 说爱情 他结婚了 好像是走到了 一个正式的殿堂 现在就是 好像不这样想 因为现在是 网络时代 很多年轻人 很多孤里孤外想法 好像谈恋 要跟结婚 没关系似的 特别想 但是我不做评论 因为不同时代人的认知 不一样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大家在情感上 不要受伤 当你觉得 已经伤害来临的时候 先停下脚步了 停下来 不一样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在情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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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助 在情感上 我希望大家在情感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